我覺得他每次只要圓不下去的時候 就會拿出他外科醫生 這樣的一個身分 然後比如說什麼 病人不會騙醫生 所以我們醫生就是比較老實 比較實在 明明就是你自己傻 相信人家 然後被騙走 然後就說外科醫生 然後就變成是 好像你知道 如果就柯文哲的說法的話 你會覺得外科醫生 其實是一個完全 沒有判斷的 判斷能力很差 然後很容易被騙 這樣的一個人或一個職業嗎 那至於超異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好笑的是 柯文哲怎麼會就直接 在面對人家 在訪問你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我就是超異了 就是一種完全的 完全不掩飾 他棄手了 當然我覺得這個就是 柯文哲的 最真實的柯文哲 因為確實 他不能講說 對我就說謊 所以他只好講我超異 因為這個超異這兩個字 我發現其實在面對很多的 網路上面的科粉 如果說 面對我們的很多質疑的時候 他常常都會講說 你就超異啊 然後就要我們說 你要逐字逐句講出來啊 這個是他們最善用 來作為自圓起說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必須要講 葛萊怡呢 他本身一定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雖然我也不認同 就是說像侯友宜 去拿葛萊怡的照片 結果被打臉之後呢 隔天國民黨團的立法委員 居然開記者會說 葛萊怡全台灣也不過一兩萬個人認識你 對我們幹嘛這個 而且他親律這樣 是 就是說我的印象之一就是說 不論是國民黨或民眾黨都喜歡拿葛萊怡來幫自己背書 但是被打臉之後呢 一個是自己說謊不認 說是超異 另外一個呢 是直接跟他講說 他也沒有多少人認識啊 我們沒事拿他幹嘛 還一副好像就是說 今天葛萊怡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嗎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是 外交的這個部分是攸關到整體國家的安全的 不論說你今天是國民黨的侯友宜 或者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你要知道你現在所有的話 都是影響著未來台灣的前途 或是台灣對外的發展 結果你們一個是亂講人家沒有講過的話 另外一個是亂用人家的照片 我先告訴大家啦 以現在他這麼重視自己的個人的隱私來講 你不要說葛萊怡啦 隨便一個人他沒有經過同意 然後你把人家的照片影像用上去 你完全不尊重著作權 我真的覺得藍白在個人尊重的這個部分 都要好好的在學習 各種讓人家失望的地方就是說 他現在還以為他是素人 他已經做了八年的市長 四年的黨主席 你說我們外科醫生不適合政壇 你還在講這句話 那大家當初投給你票了 難道是要選外科醫師嗎 而且是選一個不會開刀的外科醫師嗎 另外他不要侮辱外科醫師 外科醫師他們下刀非常精準 他們任何的一閃失就會依死人 那更嚴重 所以你不要拿外科醫師當你的防護罩 以為大家不懂外科醫師 今天就會有很多外科醫師跟你抗議了 誰說我們講話不精準的 我們至少在我們醫學領域的講話 是非常精準的 而今天我們不是 如果是兩年三年我們不會怪你 而是你做了八年的台北市市長 做了四年的黨主席 結果你把你的黨搞那麼爛 把台北市搞那麼爛